打开情感束缚直面真实自我 大家好我是文哲 欢迎收看本期的文哲谈情 很多女人在婚姻当中都会有这么一个困惑 那就是自己的丈夫会不会背叛自己 也会担心在自己年老色衰之后 丈夫会不会一如既往的对待自己 其实女人的这种困惑与担忧都是正常的 毕竟夫妻二人相处的时间长了 两个人之间难免会丢掉刺激与新鲜感 而本在大多数的女人的认知里 男人本身就是在用下半身来思考问题的动物 所以男人很容易会被婚外的美色所诱惑 那么男人过了50岁 对于其他的女人到底还会不会感兴趣呢 相信50多岁的男人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 在本期的节目当中 咱们就来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52岁的赵先生是这样说的 会啊 肯定会的 我觉得52岁这个年纪并不是很大的一个年纪 并且在平常的时候我还会格外的注重运动 没事的时候就会去健身房里待着 所以无论是我的体力还是身材都保持的相当的不错 我的爱人在40多岁的时候就病逝了 虽然我很爱他 但这并不代表着我就不会再对别的女人感兴趣了 毕竟啊 男人可是吃着碗里开着锅里的代表人 而且啊 我现在的身体啊 相当的健康 需求旺盛一点自然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过了50岁还是会对女人感兴趣的 54岁的林先生是这样说的 我是一个非常专一的男人 就算是我现在已经54岁了 但我还是会对女人感兴趣 并且啊 只对我的妻子感兴趣 我和我的妻子也已经结婚十几年了 在这十几年里啊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对不起我妻子的事情 在我看来 我妻子啊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或许啊 这是因为我太爱她所导致的 反正啊 不管我的年纪多大 我都还是会对我的妻子感兴趣的 59岁的何先生是这样说的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 日子过得啊 很是自在与清闲 没事的时候啊 我就会去公园里面下下棋 溜溜狗 生活得很是惬意 我过了50岁之后 对女人就不再感兴趣了 对欲望啊 也看得没有那么的重了 毕竟啊 年龄摆在这里 很多事情也都是有心无力了 我早已经看待红尘了 所以啊 目前我对女人是不感任何兴趣的 其实啊 男人到了任何年纪都对女人动心的可能 所以啊 男人过了50岁还会对其他的女人感兴趣倒也是很正常的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的留言语评